今天星期百老会很荣幸 来到了邓丽君小姐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他们的董事长 是三哥邓长福先生 三哥好 凯伦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首先想知道 三哥您看着邓丽君长大的时候 是不是他从小就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特质跟特性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看他 倒没有那种感觉 我从小看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不紧张 他从小不管是考试啊 或是家里面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紧张过 他都是做什么事 都是想安排好的 一步一步的来 比较井然有序的那一种 是 现在往前推大概30年前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么好的姻缘 会由我们台式来制作中秋烙军晚会军在前上 是这个想法当然 我记得他是从美国回来 那时候是69年年底 从美国回来 我那个时候也刚好完成美国的学业 跟他一起回来 在那个年代物质生活都比较不好 那我们也是军人家庭出来的 所以他从小他就 我们等一下可以 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他可以从六岁了 他就在外面外岛 就跑过外岛 他最远的地方去过乌丘 去这个闹过军 所以他对军中的这个环境 他也很关心 那总认为好像我们在军中的生活不是那么好 那尤其他从美国回来看 在那个时候他看的 所以他就想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到军中 体验一下这个军人的生活 另外一面 他也希望把他的歌声呢 带给我们军中的这个官兵 当时他做军在前上你有陪着去吧 我也陪着去 那因为刚好我也在军中服务嘛 那我工作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那为了他 因为他这段时间很长 他说总共是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是可能在目前军中落军的 恐怕没有人这个超过他 他是在一个月的时间 在陆海空陆战队 他每一个单位他都去 就是体验不同军人的这个生活 当然也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的这个国防部 也给了他很多的这些资源 他所以他也上过飞机 也坐过船 也开过坦克 所以在他对他来讲 他也是个很新的一个经验 所以他在那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听我们的台视导播告诉我说 当时他参考了一个是不是电影 是是是是他好像叫做一个月战起司录 起司录 那边呢这个飞机啊这个空空下降的时候啊 大家外面这个一些的期待 那他也就是跟导播在把这个构想谈到的时候 哎那时候这个台视那个时候是在国内吧 给他做电视最好的就是台湾电视公司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整个构想啊 想到了一个很完整在台中清泉岗的陆战队 陆战队里面啊 他坐着直升机下来啊 下来以后到了这个广场车子接他 然后怎么样进入这个晚会的会场 我还看到两个现象 听说当时台视为了尊重他的构想 干脆就用什么汽油桶是不是 还是什么达成了舞台 因为他是这样因为在那个单位 第一个室内没有这么大电视 第二个只有做室外 室外那做舞台嘛 那不像现在这么好的设备啊 打舞台啊这个这个有这个脚架 那个没有那是克难 克难呢那就是但是不但是克难 也是最坚固 所以下面他舞台下面支撑全部是汽油桶 一个原因是伍斯嘎伦的汽油桶 这下面做这个支撑 上面然后铺的木板 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 好像是现在年轻小朋友都会花钱去买荧光棒 那是也做了一个创举 是是是是 那个时候的他们是官民拿着手电筒 在夜空里面一闪一亮 一闪一亮了 然后在那边摇啊 很壮观 很壮观 其实在我背后这张照片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是是是 这个是在清泉岗的时候 他刚刚从飞机上下来 所以就拉着我一起 我们就照了一张这个照片 台市真的是开了创举作这样的君在前哨的 落军晚会 君在前哨四个字就代表着爱国家 从很多的媒体资料 我们发现80年代大陆流行一句话说 白天可能要听老邓的 晚上听小邓的 你就知道邓丽君小姐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三哥您经常会来往两岸 这个当你去的中国大陆以后 你是不是感受到为什么妹妹会这么样的受欢迎 我想可能 只是那个时候听人家讲 没有实意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隔阂 但是我后来去的次数多了 也听他们那边的 讲了当时的一些的状况 那的确他在那个年代呢 他们要听他的歌是不太容易 因为有一段时间呢 那边也禁止他的歌 所以大部分呢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听 晚上他们也都是带着这个录音带 卡带那叫卡带 晚上自己在家里面了 这个这个 私下来听 所以可能会有这个的顺口溜了 其实我们从资料认识 他从十岁踏进了乌丘做老君 一直到他42岁离世 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80年代28年前的时候 他个人在台北中华体育馆那一场 十亿个掌声的演唱会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意义 是 是 是 那个是他在国内第一次做这个大型的这个演唱会 是 恐怕在那之前还没有人做过 没有人做过 那其实是刚好他那一年也是他出道15周年 15周年呢他也办了一个巡回的 可以说像现在啊很多人都是世界巡回什么 他在那个时代他去做 15他是从台北开始做 在为中华体育馆 做完以后有陆继到香港 有到新马那一带去做他的15周年的一个演唱会这样 这个演唱会是不是在日本的朋友的听来掌控当中是很严谨的 他因为那个时候的也请了日本的乐队 最主要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亚洲吧娱乐的世界还是以日本 他这个这个做的比较好 是 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演唱会 也比较用心 所以也都是请了日本的乐队 还有一些老师来做编曲的工作 11个掌声对邓丽君小兰杰来讲那么重要 还有一个因素是 我是策文要跟你求证一下 是不是在那个前后的时候 中国大陆曾经用百万的美金请他去一场的演唱 这个前数啊是多少 我们不这个这个不是很确定了 但是我们的确是他那边有邀请我们到大陆去演唱 那邓小姐在金门烙街的时候在喊话站那个对那边有一个心在喊话的时候 他也讲他说希望我能够用歌声带给大家这个快乐 那有机会的时候他一定会到大陆去做一个免费的演唱 他是一直有这个心愿在 所以事实上他也是为了 这块土地他拒绝了一些其他的邀请就从11个掌声这样子香港菲律宾各地开始寻回出来 而且我还有看到一个现象是 在报道说往往因为他唱的好 常常有一首原来曲子比方讲这个湖南的小调彩槟榔 就从台湾飘回去以后人家以为是台湾的歌谣 这个我不是没有去考证过哈 但是他在每一场演唱会里面他可以就是说国台语英语日语 这个他都有融合在在这个他的演唱会里面 他是不是从小耳朵或者是在这方面的天分学语言特别独到 对他可能他的听力比较好啊听力比较好的学这个语言也快 那听歌呢也听的音准啊也比较到位 所以我想他可能是他听力比较好吧 再加上他自己比较下功夫 其实我们常常看一个人成功啊 他自己也讲不是在幕前啊 是在他幕后的一些的这个这个下的功夫 另外一个呢邓小姐一直非常感念这个词曲的作者 他说因为有这么好的歌词歌曲出来 让他来做演绎 所以才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 所以他也把他这个成功啊归功到很多人的这个功劳啊 比如他每一场演唱会 他一定完了一定是对乐队啊 舞台灯光音响 这些他都要这个这个字很深的这个谢意 因为有了大家的一个合作啊 他才能够呈现他的美好 所以他也常常告诉我们啊一个人的成功 除了你自己努力之外 还有很多人的一个给他的一个支持协调配合 所以我我看他这一生的这个演唱会里面 差不多也都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晓得他即使在后面演唱 都已经算是在他来讲算是很熟悉了啊 他上台以前他一定是去要做拜拜啊 那也不是拜拜什么 我想他就是对天啊烧一个香 就是哎能够让保佑他平安顺利 我想他是求他自己的一个心安啊 也就是他对事情的一个执着啊很专注啊 那我想他的成功这些应该有一点成分在里面 三哥提到这点就让我想到台视的资深长官告诉我 很多年前我们台视有很棒的节目叫大千世界 丹丽君大概是唯一的少数的演唱完了到复控室 去向导播向所有的工作人员鞠躬致敬 那个尊敬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尤其他的台语歌曲会唱这么好 对从小也是也是也是说台语啊 从小大家想我们在那个那个年代啊 都是必须接触的都是必须要说的 所以当年11个掌声的演唱会的主持人 田文仲大哥就说了一句话 你看从两岁的娃娃一直到百岁的长辈 每一个人对邓丽君的歌曲 都是觉得老少先 从侧面的消息了解我们敬爱的邓丽君小姐 她好像对于云园酱肉或者是什么黄豆芽草酸 特别情有独钟啊 是她是这样你看我们因为在那个年代啊 这个物质不是很好 所以比较少难得吃到肉 所以她以后来对这个这个我们叫东坡肉了 所以特别特别喜欢 第二个呢她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吃的都是黄豆芽 炒酸菜炒辣椒 再来一个她其实更喜欢吃一道菜是空心菜 空心菜为什么 空心菜她这个一个空心菜买回来以后 把叶子遮掉可以炒一盘青菜 那个梗子啊炒一点牛肉炒辣椒特别好吃 所以这也是她不管到哪里去啊都会都会做的一些一些菜 邓妈妈传的 在家里面学的 所以我们由从小吃这个菜 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的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应该是跟他离世以后开始有关了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是在过世那一年的年底 在华市还有保利金这些资助之下成立的这个基金会 这基金会主要的这个我们的目的呢是当然 第一个就是推广邓小姐的歌 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一些年轻的词曲创作 这个是她在生前的时候她就在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工业跟慈善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的也就是按照这些个宗旨 我们在运作这样 实际上这基金会成立到现在无形中在两岸的文化推动 它有个迁徙的力量 是 所以我们就是到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差不多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去年 差不多就是以邓丽君名义做演唱的 就有174场 144场 那今年1到5月份的呢我们统计的也有47场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邓小姐的歌能够推广 那我常常在大陆有时候有机会上电视的时候也跟他们讲 说音乐啊 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 你听邓小姐的歌可以让你小孩更成功 基本上你考试的时候你想人定下来 你就可以听她的歌 我曾经在深圳的时候啊 有一对这个夫妻啊 差不多有50多岁的 他来跟我讲 他们夫妻从不吵架 就是听邓小姐的歌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选的比较这个慢的 抒情的 那就告诉对方我现在心情不好 那如果说是很好了 就放下很轻快的歌 所以他们夫妻也蛮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听邓小姐的歌 会让一个人整个人心定下来 会静下来 我们今天好难得有机会来到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最后想让邓三哥告诉我们 这个照片是多久以前了 这个是他在差不多也快有30年了 30多年前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因为生活照 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刻意 也没有什么化妆 但是他是在跟一个歌迷会 歌迷会的一个活动里面拍下来的 拍下来以后我就一直留到现在 包括这个好像是他在NHK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 最喜欢穿的一套服装 这一套这个是这个今天在花博 花博我们都有做展示 这个是在NHK演唱会第一套服装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代表着我们的君在前哨 是 我想今天好荣幸 而且非常开心 在邓丽君小姐 这个16周年的前夕 我们直播了这么一个特别节目 再次的谢谢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的三哥邓长夫先生 谢谢三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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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